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世界繁华消息,要跟大家讲台湾 尤其是大家都经常说 中国与台湾如果迟早开战 可能在2025最早这个时间都随时会开拖 如果真的在2025、2026、2027这些时间开拖的话 其实台湾都面对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空军战机需要更新换代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那边解放军的空军就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在这十年里不停地更新和推出新款的4++战机 包括他们的殲-10C、殲-16 甚至乎他们最新的五代战机殲-20 一号称的产量都会突破到200架这个水平 比F-22的产量更大时 当然隐隐约会对区域 尤其是对台湾的空防压力 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 所以去到台湾今时今日 他们基于防空的考虑 除了要加设他们的防飞弹之外 空军战机也是防空系统里面很重要一环 所以他们都需要将现在的战机包括现存的战机要更新 去upgrade 另外可能还要再购买更多的新型战机 我们现在观察到就是似乎台湾也很好善用的资源 就是upgrade他们的幻影战机 所以今天会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将这个幻影战机升级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用呢? 很多朋友都说其实幻影都很久了 20-30年前的战机了 现在你再浪费钱去将它升级 其实有没有效力的呢? 以及今次为什么呢? 我们说它有50架 这个幻影50多架的幻影 只是将其中9架升级 还要选择双座型 究竟什么狐狼买什么药? 现在来的Nepsalo V的升级案就到了 甚至有新的Nepsalo V 现在将这个幻影2000升级是否有多余的呢? 究竟台湾,即是空军 或者它们军方后面的考虑是什么呢? 今天都会和大家做个解读的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帮手给个like 以及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我们先看看 好,说到幻影2000 它的升级是存在争议的 最近台湾空军司令部宣布了 将它们现在剩下54架的 幻影2000里面的9架 它们都是属于双座型的 接下来会做一个升级 其实应该都在做一些研究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说到幻影2000 你想想是在说上世纪购买的战技 所以现在就有9架的幻影2000 去考虑能不能够做一个升级的情况 当然,这个升级大家会观察 它都是用双座型 因为双座型本身除了作智之外 亦都能够做一个训练机的情况 所以看下去就好像比较底 比较好的状况 所以看看会不会接下来 先去将9架的幻影2000的升级 再之后就扩展去到单座型的飞机的情况 最好就是今次做一个评估 它的价钱需要达到477万美元 当中这个计划就会大概去到2026年的7月 如果你计算数 现在大概是三年光景 能够完成 不过当然我们会预计会有少少的延期会出现 但这个报告究竟它会不会纯粹是理论 说你如何测试 看下去就应该不迟的 应该是会做少少的现代化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计算下去的成本 大概 如果你计算477万美元 去搞9架的话 每架就几十万美元而已 算是值不值呢? 最重要也是那句 里面还可以升级什么呢? 比较知道 这部机器延了售之后 似乎可以再将它延长的复役时间 去到20年的时间 20年当然也看起来不小 如果再20年的话 即是可以去到2046 如果2026交机去到2046年的时间 为台湾空军争取了一些宝贵的时间 部署再新型的战机 当然如果提到幻影2000 它本身的军购背景 明显来自当时台湾空军 要更生换代他们的战机 所以当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 当然suppose他们去选择的时候 要选择一些很先进的战机 但是当时 其实可以卖给他们的国家 已经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美国那边 似乎有障碍不小 一直都是想求购美国的战机 一直受阻的情况下 转向其他军工大户购买 其中法国也是当时的一个选择 所以后来也有跟法国达梳这家厂 谈涉幻影2000的出口情况 其实当时都有困难 因为当时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相当友好 当时我们的国家主席江泽民 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关系十分好 朋友都会跳舞 当时中国与法国的关系是否令大家认为 台湾得到幻影战机的机会很小 但最后真的成功谈论了一个交易 你看到,当时时任总统陈水扁 都会去视察幻影战机 所以当时能够买到幻影战机 及后亦发展自己的IDF 经国战机,甚至乎最终都能够买到F-16 所以台湾的空军突然有质量的飞跃 这个对当时,解放军仍然是 初初才装备SOL-27 或者之后才开始本土生产CM-11A等等 当时空军的质量来计 台湾仍然是相当不错的 说到幻影2000,他购买之后 接着他布防在台湾一个很重要的空军基地 我们说到新竹的空军基地 新竹空军基地的重点就是 他本身是在整个北台湾的支柱 最重要的一个空军基地 无论在日治的时期 或者后来的美国空军的铸 其实新竹空军基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台湾的空房来说的基地 以往他们的黑蝙蝠中队 即是去到中国那边做的情报征收 亦都在新竹空军基地起飞 大家也知道 这个基地是真的不少东西的 在这里明显 你看到幻影2000 因为它亦都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最近的空军基地 以往的陶原空军基地 后来就没有了 变成民用机场之后 所以新竹的地方就越来越重要 所以幻影2000 因为它本身有一个优势 就算连F16和F16V 未必可以企及的 就是它的爬升率 是真的相当高的 非常之快 和非常好的情况 所以以一个拦截机的角度来计 其实你去用到幻影2000 其实也是相当之不错的 幻影2000 还有些优点 就是它 虽然它很多尾塞的武器 它未必能够carry得到 但是如果你算到其中的飞弹 例如我们说到 云母飞弹等等 亦都是相当出色的 空对空的飞弹之一 所以它可以这样说 它的实力来计 在拦截机的界别来说 其实当然是相当之不错的 好处 但不好处也相当明显 其中一个不好处就是 这部战机事实上的时间 它也很久了 你看到 已经是比较旧的战机 所以它也需要大量的维护 出现的情况 最近也由新竹 移防了去到台中 清泉缸 空军基尼亚 也令大家有点担心 因为它都需要 即是幻影战机 现在不是价格都可以飞 很多要做一个库存 封存了它 拿它的零件将来应用 因为幻影战机 第一,它的生产线已经停了 所以接下来 它不可能再在法国那边 买到什么特别零件 所以现在要用一些 它们自己的零件拆住来用 那和伊朗的情况都非常接近 那我们说到 买了差不多60架 当中 当然有跌到 只剩下54架 刚才说了 48架单座 现在只剩下9架 双座型的情况 其实它的维护费 在空军三个战机的机种来说 它们算是最贵最贵的情况 当然有些 例如飞弹本身 或者吊仓 都还可以 可能透过现在新的 法国空军那边 它们的 升级上面 可能都使用到 但是有些 它们用的零件 真的比较难处理 它们现在的维护费用 亦都相当昂贵 现在它们每个飞行小时 需要用到28,500美元 这个数量 比F16贵了不少 例如我们说到F16 现在它们大概不需要 1万美元 5-6千美元 就算是 但是京国号 都是捉住9千美元 每个小时 即是你这样计算 平均贵你 3-4倍的价值 又真是令到 台湾空军觉得 相当之头痛的一件事 现在 所以台湾军方 其实它都会主要考虑 将F16AB 尽快去提升F16V的境界 亦都将旗下 大概130部左右 的FCK-1 经国号战机 亦都似乎 将它们的能力去提升 因为它也是够便宜 虽然它的作战半径 都相当之短 但始终有在 在这里 都算是能够 在短距离升空的拦截 解放军的战机 都要一定的数量保障 另一个焦点 就是 幻影2000 它未来会不会有 一个战力的提升呢? 这个战力提升 相当之难说 它可不可能 在引擎上 可以做到一个新的情况 我们相信 就不太可能会 如果以价钱去计算 以那么少钱 几十万美金 即几十万美金 一部战机的升级来计算 真是连造 这些大型的 航电等等 我都觉得 不可能做更换 所以 主要的系统 如果仍然是 477万美金 这条数据 就不可能有什么 很大程度的改善 例如有什么 可以做到呢? 例如软件的升级 软件的升级 我相信 是有它的可能性 会出现的 另外能不能够 将它本身 一些武器的限制 将它消除 在说什么呢? 在说幻影2000 其实它本身 有一个相当好的 对地攻击的能力 例如有些国家 它们用到幻影2000 其实对地的攻击力 真的相当不错 例如我们说到 印度的空军 虽然我知道 某部分网友 都是经常取笑 印度空军 但是其实 以事论事来计 印度空军 它们的外国装备事实 真的不差 例如它们的对地的攻击 大家看到这支 Spicy 1000 其实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 亦都相当不足 对着巴基斯坦的空军 和它们作战的时候 都往往累见其功 所以我们观察到 印度使用 幻影2000的经验 告诉我们 亦都告诉我们 亦都告诉我们 其实它的对地攻击能力 懂得用 其实是挺好用的 所以究竟会不会 这里的价钱 就是给它 将软件升级之余 亦都能够将这部机 最后1.1滴的战力 扎干 发挥出来 令到早年阎阎阎阎对地对海攻击能力 在此时释放 回归回到台湾的空军 即是现场环影2000 内的实力 令到它 将将对中国解放军作战 甚至对前缘基地的攻击是一个质量的提升 当然我们谈到ABS6V 其实在现在的角度来看 ABS6V当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升级计划 其实连台湾都是ABS6V的研究团队里面 所以台湾官方常说 如果来到ABS6V任何的upgrade计划 第一,可以在台湾看场这边去做 第二个,它都会分成一部分价钱 听上去都可以分享到ABS6V研发的成果 Anyway,我们谈到ABS6V 因为台湾会将它百多架的ABS6AB提升 亦能新购买66部ABS6V 整个机器都是一个新型ABS6V的情况下 其实战力会大大提升 不过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 虽然你现在把雷达upgrade 了去做AISA雷达 就是那个宿舍的距离,目标,锁定 追踪的能力大大提升 但是,它似乎因为软件upgrade的问题 我们观察路透社那边的报道 要延迟交付 可能甚至乎要去到2026年才能够交付给台湾 所以这个年份其实相当尴尬 因为我们讲到 外电报道,解放军攻台的时间 最早可以追溯到2025年的情况 若你去到2025年的攻台 真的会变成台湾仍然要用它最老旧的飞机 去对抗解放军 包括F16AB、FCG-1 以及现在都随随老耳的 还不知有多少架可以拿来起飞的 这个幻影战机 所以某程度上,即是现在 这个幻影2000的升级计划 当然就缓不资急 不过起码都叫做有一个backup计划 万一,ABSOV又再吞次了 去到2027-28,那怎么办呢? 起码还有几部,9部的幻影2000可以升级 当然,我相信 如果在那个升级过程里顺利 甚至可能会再谈 可不可以将其他单座版的幻影2000 都能够将它们升级 到时亦都加强对地攻击的能力 或者将那些软件升级 甚至可不可能再有那些雷达升级计划等等 相信这些都要一步一步 就没可能一步到位去谈出来 另一个问题也是不能够闪缩的 就是台湾和解放军的战机始终 无论先进程度和数量一定都有些差距 即是我们说到现在台湾战机 首先我们先说 它们本身最顶尖的都真的去到EPSALO-V 这个级数,我们叫做4++的战机 但如果你说在解放军这边 其实它们已经出动到什么战机呢? 它们现在已经上升到有五代战机 即是级20甚至乎换装了 可能在大概2028、2029年 就开始会成熟的窩线15 甚至乎能够启动到超音速巡航的实力 一定会对到台湾的空军 即是它大概200架的F-16战机的比例 F-16V提升度 接着有大概130架的京国号战机 再加上50多架的环影战机 我当它们全部都合适的情况 其实你计算一计算 都是大概挨着400架战机 其实是没有的 380架左右的现役战机能够对抗到 解放军最新型的空军战机 解放军那边大概有1200架的4++战机 如果再加上一些老旧的 例如它们旧的可能是鲜弓7 或者你再加一些旧小小的其他战机 苏30等等 其实它们加起来都是大概1300至1500战机 这样的情况 当然听下去就十分之何观 但是当然它撥出来的战机 其实又不是说大得那么厉害 因为始终我们说到 中国复原广阔 你有东南西北中的战区 中部战区一定要留下200-300架战机 大家这个都是常识 北部战区也不能够提示 放回百多架战机亦都必须 西部战区因为要对付印度这边的情况 放回起码100架战机亦都必须 所以无论东部南部战区 南部战区未必能够投放大量战机 可能会有少少支支援 所以主力仍然是东部战区去处理 所以其实投入实战过 其实只不过比例 我们相信大约6-700架 4++战机 到时如果战事不利时 会否来南部或北部战区 或中部战区会稍作支援 这样的情况 要看看其他战区的地方 有没有问题 例如会否在印度那边 又会再来搞搞震 西部都需要支援 在这个情况 连签20是否需要过去帮忙 西部战区都未知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初步能够预算去攻台的战机 其实战机比例 又未必有我们想象中 去到4-1、5-1 那么夸张的比例 可能其实比例大概是2-1 去到3-1 其实也有少少问水 所以现在你说 台湾的空军本身 战机比例是否严重 实行得很厉害呢? 我觉得在战争计算上 其实未必是很厉害 而且台海始终 战场经营 又不可能会有百多架战机 在上空同时作战 所以如果一个好的运用 战机运用和战场计算的话 其实未必一定要用到 那么多战机 就在全程内一起上空作战 当然轮换等等是相当重要的 包括维修等等的情况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当然说到中国这边 其实一主力的战机 也有殲-16 殲-16 将来装配的量 事必会成为4++战机里面 最主要的空军作战的战机 属于一个多用途的空军战机 配备最新的武器 包括它的埃萨雷达 看得最远,看得最好 接着它的航电设备最好 接着它里面的导弹P-10和P-15 射得最远,最精准 全部的武器都是最好 甚至乎它们也装配了 现在的殲-16D 殲-16D可以这么说 它本身也是一个相当有威胁的武器 当然还有其他就是P-15 我们说到 P-15射程号称300公里 我们当作大约150至200公里 当然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殲-20绝对是ABSALO-V最主要的威胁 始终五代战机 有隐形的性能 所以难些发现 殲-20也可能会被被殲-20追击 夺取空中优势 也不奇怪 也装备了东部战区最王牌的飞行部队 我们叫黄海大队 也算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飞行大队 也比较多 它们的飞行员赢得 就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荣誉金头盔 所以里面的成员绝对是一等一的飞行员 所以现在这样观察 其实它们都会有大量的战机投入作战 所以为什么说到台湾空军 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就算说到幻影2000 虽然大家都觉得不太适合 也要用很多钱 很多昂贵的费用好维护它 但是你面对解放军 如狼似虎的空军攻势 甚至乎连那些经常够病的又短腿 即是攀弹的武器量又不太够 的殲10 亦都发展到殲10C 一部轻型战机 都可以和EPS6V 可以有一个分平抗例的形势 你就知道 假放军这样扔钱下来 台湾都真的不能轻松应对 随便放弃它们任何一架战机 所以如刚才所说 解放军和台湾空军的战机比例 就算未严重失衡 都一定天平倾斜向解放军那一边 以及它有更多未来的空中威胁 殲10C 其实都未叫正式投产使用 服役在中国解放军空军 虽然说有少量在 但其实暂时都未太见 殲16D 如果出现了这个电战机 当然亦都会为 争取电池频谱 空中的争夺战会更加百洁化 台湾这边 当然会更加难去招架 加上电子战和 还有殲20和殲16D 这个作战 包括电子战 加上隐形战 那种战法 另外 亦都最新改装 殲11BG 将殲11B 旧型战机 不退役 再将它升级 升级 升级不是升级太多 包括主要是升级引擎 和升级航电设施 亦都能使它们使用到最新型的武器 刚才我们说的PATIC-15 即是射程极远的空对空飞弹 令它的战力由以前的PATIC-12 大概射程是80至100公里的飞弹 可以一下提升到差不多 150至200公里的射程 当然会对战力做大提升 也是很新的 但是说到最后 其实台湾自己的防衣系统 亦都需要好好整合一下 其实台湾自己 亦都有不少的导弹 有些自己开发 例如我们说到洪峰 或者我们去ên天公等的飞弹 也有些进口 例如外国者2 或3 或者来今天的MSE营 增程版 我们相信 其实台湾自己的防衣系统 例如九排空军基地 或者他们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们有自我研发的飞弹 有外来的飞弹 要做一个很好的防空系统的整合 就真的不要去到战事的时候 才启动到他们最高的防御状态 任何时刻都要我们说 去到Always Ready的状态 当然,里面他们的防空阵营 例如轮换等等 这些我们就不太清楚 但里面,第一,包括 参数不太容易被对方 透过情报战去夺取 或者他们的布防 要有相当高的机密 最好不要太容易被人破解 你的模式是怎样去做 等等都是相当重要 以及他们的软件升级 如何令到防空系统 任何时刻都能够 连接整个台湾的防空系统 可以实时应对 中国例如他们的弹度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那种的威胁 等等,我们一看回 幻影战机都为 台湾的空防提供了一个 却越的贡献 它当时的却越性能 令人有经验 所以我们也相信 如果真的限迷煮 先升级9架 幻影2000 双座版 然后试试可否再提升 幻影2000 的单座型 战机的实力 当然如果未来 用太多资源 升级一架中古的战机 可能还未太适合 但始终保持一定的战机数量 对台湾的空防 仍然有重大的意义 好,这一节 跟大家介绍了 台湾 幻影2000 的战机 值不值得升级呢? 在形势上 都不得你选择 否则真的花费得太厉害 都应该要做 法国作为一个 好的姿势 都应该 以一个 好少少的价钱 以及不要太刁难 交付时间要持续 提供给台湾 要尽一尽支持 武器供应国的责任 好,大家也可以支持 我们军武器言 包括大家看到 左下角右下角 各有的payme 和转数块的qrcode 都可以数一数 支持一下 军武器言的情况 另外,也可以透过 我们说的patreon 助养军武老虎 我们都会不定期 有些课堂上 以及有些文章 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也可以 上patreon 助养军武老虎 另外,海外的网友 亦可以透过paypal 支援军武老虎 好,我是我们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的 世界范围消息 和烏克兰战报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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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